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 今年度的赤字壓力有望大幅緩和 但外圍複雜多變 有必要繼續審慎理財 應對未知的情況 陳茂波在網上指 近月就新一份財政預算案進行諮詢 不少人建議繼續派電子消費券 亦有人反對 認為金額龐大 公共資源應該針對性運用 類似情況在是否派黨討論也有出現 他認為要爭取較理想的效果 需要更好平衡和大家諒解 他說過去幾年的經驗可以體會到 即使面對同一問題 不同人對解決問題的進路不同 很多時未能達到一致的共識 只可以多做解說 做決定之後 盡一切的力量做好事情 用結果爭取認同 他重申今年經濟展望基調不錯 最大變數是疫情 各界必須合力全面配合防疫工作 創造與內地通關的有利條件 而進入最高的美容 就是最高的一面 一面 感谢观看